男人来到一家洗浴中心 点名要618号来为自己服务 不一会儿 一个长发飘飘 性感喝毒的美女走了进来 她笑容妩媚 浑身上下散发着勾人的魅力 女人用极其熟练的手法 给男人按摩 这个男人一脸享受 她心急如焚 开始动手动脚 女人往男人身上 滴了几滴油 来回按摩 她兴奋极了 恨不得现在就跟女人切磋一下 女人嘴里喊着别急 说这里人太多了 自己不好意思 男人猥琐地笑着 男人 包个房间 等一下 这儿人太多了 你等我一下 我把东西放了就好了 好好好 等着我 快乖的 快的啊 男人在桑拿房里左等右等 女人迟迟不来 她浴火翻身 只能拼命地喝水降降火 女人的欲擒故纵奏笑了 这么点时间 你都等不及了 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 我急死我了 走吧 快点 来到酒店后 女人趁着男人在洗澡 往男人的杯子里 放了一包白色的粉末 男人洗完澡后 一脸坏笑地出来 小心干 你别急呀 你都得让我先洗个澡再说吧 对 男人把杯子一掀 整理好自己 接下来要奋战的战场 对着镜子 又弄了弄头发 嘴角上扬 准备小事牛刀 大展身手 她闭着眼睛 一脸得意 脑海里已经开始幻想接下来的舒服 突然间 她身体紧绷 眉头紧锁 手臂紧紧地抓着枕头 身体不停地晃动和抽搐着 嘴里还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 难道她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却是 她结束了 换句话说 她已经死了 女人从厕所里出来 她得意地笑着 然后匆匆离开 她到底是谁 男人明明没有碰过那杯水 她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杀人的呢 接到报案后 警方迅速来到现场展开调查 死者所前一不避体 桌上有一杯未曾喝过的水 卫生间里有使用过的痕迹 除此之外 就没有多少有效信息了 如果是她杀的话 凶手的行动非常迅速 也没有做任何的停留 死者名叫金浩 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 根据监控记录显示 案发当天 她在十点左右 与一名女子来到酒店开放 十分钟后 该女子就离开了 调查发现 神秘女子名叫孟露 在洗衣中心工作 编号618 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做罗锦 但是经过核查 身份证是假的 据洗衣中心的经理介绍 死者金浩 每次都来点孟露 而孟露这一次 是第一次出台 在离开金浩被删的酒店后 孟露就再也没有 跟洗衣中心联系过 警察马上对孟露的 社会关系进行排查 发现她有一个哥哥 叫做吴坚 两人住在一起 警察找到吴坚 从吴坚口中得知 孟露并没有回家 自己也联系不上 另外 两人也不是亲兄妹 只是在几年前 自己救过孟露移民 为此还被打拾了腿 孟露为了报恩 两人才以兄妹相称的 虽然不是亲兄妹 但是孟露对自己非常好 在平时的生活中 更是无微不至 自己也把她当成亲妹妹爱护 临走时 警察告诉吴坚 如果孟露想要 与外界取得联系 肯定会联系你这个做哥哥的 有什么情况 要及时打电话通知我们 说完 留下电话就走了 哥哥若有所思 似乎也隐瞒了什么 目前看来 线索是断了 不过很快 警察就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 死者金浩原来与孟露的 哥哥吴坚 是同学关系 这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 此时详细的试检报告也出来了 金浩是中毒死亡 所中的毒 与玻璃杯中的毒药 完全一致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 玻璃杯上 只有孟露的指纹 而没有留下金浩的指纹 和纯印 那毒品 是怎么进入金浩罪里的 看来孟露这个女人并不简单 可能还用了其他的办法 就在大家脑洞大开的时候 警察又得到了一个线索 原来死者金浩的前妻 沈平与吴坚也认识 三人都是大学同学 看来这背后 确实有不为人知的事 如今的沈平 是本市知名企业家 警察来到他的公司 告诉他前夫被毒杀的消息 原本以为 沈平听到这个消息后 会很惊讶 可没想到 他姨父早已预料到的样子 沈平告诉警察 这两个男人和自己 不仅是大学同学的关系 这么简单 吴坚是自己的初恋情人 死者金浩 是自己离婚五年的前夫 警察无意中吃了个大瓜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男人犯罪多数为情 女人犯罪多数为了情 从沈平的态度来看 一种可能 他对金浩分子如故 所以对金浩的死态度默然 而另一种可能 不排除他已经知道金浩的事 孟露和沈平 也许都有可能是凶手 队长告诉女警察 让他继续去盯着沈平 而自己则去吴坚那里继续调查 他相信 孟露一定会跟吴坚取得联系 孟露在案发之后 并没有远走高飞 因为他放不下吴坚 毕竟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早就有了家人的感觉 他先是去办理一张电话卡 然后换了一身打扮 坐车来到郊区 在郊区的度假村里住了下来 这个想法既大胆又安全 警察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在这里 他每天都喜欢在度假村的公园里散步 这一句话让孟露有些害羞 也有些开心 聊了几天后 两人熟悉起来 成了胡话不谈的好朋友 不仅住到了一起 孟露还送了他妖艳的小裙子 因为自己杀了人 想要逃离这座城市 想走但又舍不得无间 孟露整只温温不乐 心事重重 作为好姐妹的李小妹 经常去安慰蒙露 在李小妹的鼓励下 最后他还是决定离开这座城市 自己还年轻 能够拥有一个精彩的人生 他让李小妹去帮自己 买一张飞网乌鲁木齐的票 不过群世的通缉令已经发出 他的行踪彻底暴露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临走时他决定 再给自己的哥哥吴坚打个电话 队长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 在吴坚家里 从白天一直待到晚上 白天尬聊 晚上下期 都把吴坚磊困了 不过他终于等来了 孟露的电话 挂掉电话 孟露流下了不舍的眼泪 而吴坚也决定 去替孟露顶罪 吴坚告诉警察 金浩是他的仇人 两人在大学时是好友 毕业以后 自己开了一家书店 金浩劝他做售卖小黄叔的生意 面对金钱利益的诱惑 吴坚心动了 但没过多久 吴坚就因为手黄制黄给抓了 在监狱中他得知 原来是金浩举报的自己 对此吴坚一直怀恨钻心 加上出狱后 春风得意的金浩 经常来侮辱自己 吴坚最终忍无可忍 计定了一个复仇计划 并说服孟露去帮主实施 杀死金浩这件事情 自己才是主谋 警察半信半疑 但也只能将他带回警局继续审论 林总是吴坚提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再打最后一个电话 来到警局后 吴坚说的是漏洞百出 金浩明明是被毒药害死 吴坚却收拾安眠药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何时下的毒 金浩是怎么被毒的 他全都说错了 警察都听不下去了 吴坚根本不是凶手 他只是来顶罪的 就在这时警队传来消息 孟露找到了 随后警车立即出发 来到度假村 警察破门而入 准备实施抓捕 孟露被杀了 死在了度假村的浴缸里 果然事情没这么简单 度假村工作人员介绍 当时住在这里的 有两个年轻女性 另一个现在不见了 也许梦露的死 就跟失踪的那个女人有关系 很快李小妹就被带回了警局 警察还没干嘛呢 他就开始哭哭啼啼 嘴里不停地喊着 人不是他杀的 他说他要到新家去散心 我就去帮他买了张废机票 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他在卫生间里 吐得很厉害 我有点害怕 就去镇厂找医生 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 发现他已经死了 你是几点去找医生 三点钟 从度假村到镇上的距离非常远 就算是骑自行车半个小时也回不来 李小妹明显收谎了 在警察的追问下 她终于承认自己杀害梦露的事实 那天梦露收拾好行李 准备飞往梦露木齐 临走前去浴室洗了个澡 可在这期间 李小妹出于好奇心 打开了梦露的行李箱 他先是被一条花裙子吸引 接着 他被箱子里的现金震惊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 激动的心脏差点跳出来 他发现桌子上有一封信 他悄悄打开 看了看里面的内容 这是梦露写给哥哥吴坚的信 通过信上的内容 李小妹得知 原来梦露是一个杀人犯 梦露不忍惊自己的哥哥吴坚 受到金浩的侮辱 并利用自己的身份 去给金浩下毒 最终将金浩杀死 此时他心生歹念 梦露能杀人 占有梦露所有好看的衣服 所有的钱 于是就将梦露杀死了 我不敢用自己的命运换钱 梦露作为唯一的线索 现在已经死无对证 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他就是凶手 警察决定再去找沈平 了解一下那段三角关系 不过还没等警察开口 沈平就来主动自首了 他告诉警察 案发当天他一直跟着金浩 没想到他死心不改 又去了洗浴中心按摩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我跟你没关系了 我对你没进去了 懂吗 信金的 你不是人 你连猪狗都不如 不是 我畜生 你高尚 你高尚 不是也跟我睡了四五年吗 干什么 你给我滚出去 随着两人争吵 沈平将毒药 放入金浩的水杯 随后因为金浩等梦露太心急 一口直接干了那杯有毒的水 后来两人来到酒店 梦露虽然也下了毒 但还没等到金浩喝 沈平下的毒就发作了 木露以为自己杀了人 而沈平 则以为吴坚是替自己来顶罪的 沈平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他很爱吴坚 他不希望吴坚替自己做傻事 可完全惊呆了 吴坚说是他杀了金浩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吴坚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自首 我自信做得天衣无缝 当我接到吴坚的电话 我再也坐不住了 他太苦了 作为父亲 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子 都没有见过 警察又吃了个大瓜 原来吴坚作为沈平的初恋行人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了爱情的结晶 但后来吴坚入狱 金浩为了得到沈平 说尽好话 说自己不介意这件事情 会对孩子是如己出 可没想到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得到沈平后 金浩暴露本性 不仅勾三搭四 还对自己恶语相向 甚至还想打孩子 而自己爱的吴坚 也被他举报入狱 沈平认为自己的幸福 都是被金浩毁掉的 他一定要杀了这个人渣 最后吴坚知道了真相 也知道了自己有一个儿子 孟露以为自己杀了金浩 实际上是沈平杀的 不管怎样 他们都是为了吴坚去杀人 金浩固然可恨 但也不能用极端的方法去报 吴坚可能以前也想要 一命换一命地去报仇 这才影响了孟露和沈平 但当他发现 仇恨解决不了问题时 却为时已晚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陪着自己的儿子 好好长大 别辜负了孟露和沈平的一片真心 这个男人来到女人家里 两人打算一起过生日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男人有点把持不住了 他现在不想切蛋糕 只想跟女人切错 男人一把抱住女人 想来一口 女人拼命地挣脱 跑到了客厅 俗话说 酒壮怂人胆 男人干了一罐啤酒 决定霸王硬上弓 我真是想看你了 胡小刀 女人吓傻了 刚才差点被强暴 紧接着 更让他害怕的事情来了 眼前的这个男人死了 女人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一个神秘的男人出现 他叫做胡小刀 刚从监狱里掏出来 看着眼前这具尸体 他非常淡定 在问清楚事情的经过后 男人眉头紧锁 刚才的陌生人 引起是来杀他的 只不过 有人成了自己的替死鬼 随后 胡小刀带着尸体 上了一辆出租车 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冲攻抛尸 第二天一早 在火车站的铁路上 发现了尸体 接到报警电话 警察迅速来到县城 现场没有任何痕迹 所以尸体很有可能 是从别的地方运过来的 这里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凶手很有经验 将尸体扔在这种地方 会让警察的侦破工作 无从下手 根据事件报告显示 死者的颅骨里面 有两块碎瓷片 失败人从背后 有某种瓷器打击后脑而亡 没办法只好先去附近转转了 也许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随后欧队带着小美来到一户人家 这里的一件名牌衣服 引起了欧队的注意 再经过鉴定后发现 衣服上有死者的头发 可以确定 这衣服就是死者生前所穿 再经过询问后得知 衣服是夫妻二人 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 在死者的钱包里 警察通过一张外语学校的听课证 确定了死者的身份 他是日语班的学生 此时的雪凌无心上课 心里还想着那晚同学被杀的事情 原来最近本市的监狱里 逃出了一个死囚 叫做胡小刀 而许林就是胡小刀的监狱友 没想到这件案子会跟他有关系 难道这起命案 是逃犯胡小刀干的 现在还不好说 随后警察跟着许林来到家中 谈话间 许林越来越紧张 整个人显得非常急躁 胡小刀就在本市 这你该知道吧 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你们不是来了解张玉生被打死的事吗 怎么扯出这么多无关的人 你们走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张玉生是被打死的呢 许林无话可说 只能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 欧队发现桌角上有斑斑血迹 地面上还有几片微小的带血的瓷片 许林看到后 直接吓得站了起来 别那么急躁 现在该说了吧 张玉生是怎么 就算许林现在狡辩 也没有什么用了 只要一进行技术鉴定 就能证明这里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说吧 是不是胡小刀干的 不 是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 你还信不信 昨天晚上 张玉生说他要过生日 非跑到我这来 不知怎么的 他发神经病 想强暴我 结果出现了一个陌生人 就把他 就把他打死了 欧队半信半疑 莫非真的不是胡小刀 害怕行踪暴露而冲动杀人 许林接下来说的话 让欧队确信 他没有说话 许林告诉警察 那天深夜 风特别大 自己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间一个男人 就把自己给撸了过去 许林仔细一看 竟然是刚从监狱里 逃出来的胡小刀 胡小刀说的 这个陷害他的人 叫做王永江 是本身一个知名的大老板 当年他的公司 陷入了一起 香烟走私船的案子 还闹出了两条人命 可没想到 警察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并没有抓王永江 反而抓的是胡小刀 也就是说 胡小刀成了他的替罪羊 就在这个时候 负责这些案子的 诸葛清警察长 被人从楼上推下来摔死 紧接着 警察院关于香烟走私 传的调查材料 也全部丢失 因为这个案子 存在着许多疑点 在欧队的努力下 胡小刀最终被判了死缓 因此 这次胡小刀从监狱里逃出来 欧队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这次的命案 跟胡小刀的案子 将并到一起侦查 另外许林告诉欧队 在得知胡小刀 从监狱出逃后 王永江在第一时间 找到过自己 两人一起吃了个饭 他看上去很热情 又是喝酒 又是调情的 但实际上 就是在试探胡小刀的下落 你到了 谢谢你 再见 等等 你不想请我上去吗 好了好了 我是不会强迫你的 再见吧 记着 给我打电话 听到这里 欧队就明白了 王永江肯定怀疑胡小刀 从监狱出来之后 躲在许林这里 但是自己在明处 胡小刀在暗处 他一个人遇上了肯定吃亏 所以就派了一个杀手过来 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王永江接下来 肯定会有一系列的动作 而胡小刀 应该也会找机会去刺杀王永江 报处血恨 在许林的回忆下 警察用电脑将杀手的样貌 进行了合成 在得知警察将青花瓷瓶拿走后 王永江非常生气 打电话要求警局还给他 说这是古董 价值连城 这引起了欧队的怀疑 就算这古董价值颇高 一个这么大的老板 也不至于这么着急吧 又不是不还给他 再说这东西早就送给了许林 要拿也不是他来拿呀 带着一问 欧队找到一个古董专家 说到这里 欧队似乎想到了什么 瓶子是明武宗时期的 紫檀木匣子又是鸡品中的鸡品 这么值钱的东西 王永江没有必要送给许林啊 这许林一看就不是玩收藏的 也未必喜欢 喂 许林吗 有个事问你啊 那对青花瓷瓶 有一个紫檀木的匣子 匣子 有啊 是不是紫檀木 我不知道 咱就在我家 此时到王永江非常着急 他必须把一切都安排妥当 不然自己经营多年的优秀形象会崩塌 甚至连自己的罪行可能都会暴露 你啊 暂时应该躲一躲 离开本市 那边的情况我派别人盯着 你今天就走 我 哎呀 你少啰嗦 今天必须走 小心使得万年传 他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 最近这几天 王永江的精神高度紧张 再加稍微听到一点动静就害怕 总感觉胡小刀会来突袭 做什么事都小心翼翼的 他的感觉没错 此时的胡小刀确实在紧紧的盯着他 白天跟着他去上班 但人太多不好下手 晚上就在他家门口的草丛里蹲点 可王永江根本就不敢回去 只能躲在安全的地方 但是眼前这些都不是他最担心的 他最担心的还是那个青花瓷瓶 于是他主动来到警局 想要拿回这个古董 王永江的态度非常狂傲 不停地数落着欧队 他甚至忘了 这是在警察局 可能只手遮天习惯了 王永江这人素质极差 想了半天也没有说明白 他对于这个词评 有点过分关注了 甚至超过了许玲和胡小刀 临走时欧队给了他一个礼物 吓了王永江一大跳 这个人你认识吧 不认识 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王永江表面淡定 但内心早已慌得不行 他知道这样的谎言骗不了警察 他不信任任何人 威胁到他这人必须消失 随后他便订了去香港的机票 表面上是去香港开会 实际上 他从香港偷偷转机 到了东北 找到了杀手 我想了一下 我不能在国内再待了 太危险了 我准备 去东南亚去发展 你要是愿意 跟我一起去 我愿意 可我 怎么走 我这 给你准备了一包物品 一只手枪 二十万现金 还有一些防御防蚊的东西 谢谢东南 王永江告诉杀手 下个礼拜就出发 让他回去赶紧准备一下 再见 另一边 许林悄悄地坐上车 来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不过这一切都在警察的监视当中 很明显 他是来找胡小刀的 两人谈话间 警察已经落尾 胡小刀告诉许林 当时现场死的两个人 是王永江派人杀的 更可恨的是 冤枉他杀了那个警察长 许林劝胡小刀去自首 也许警察会帮忙查清真相 可胡小刀根本就不相信任何人 听到这些话 他认为自己 也没有必要跟许林解释了 胡小刀跑得太快 又了解地心 追了半天也没追上 这算是一次失误 没办法 为了许林的安全 警察只能对许林进行全天的保护 从早到晚是一刻也不敢松懈 就在这个时候 王永江已经偷偷留回本市 他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许林家里 好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去 正在附近巡逻的小好 发现了这一幕 这可是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他赶紧给欧队打电话 汇报这一情况 随后欧队赶到现场 附近的警力均已救卫 众人决定上楼抓人 你们要干什么 没想到 王永江还是被埋伏在草丛里的胡小刀给阴了 在王永江送往医院后 欧队也给众人解答了疑惑 为什么王永江表面上是说要青花瓷瓶 但最后拿的却是紫檀木匣子 王永江本可以逃走 但因为他有权有势 而变得格外自信 又舍不得放弃自己一手建立的机眼 警察利用他这样的心理 成功地让王永江一步一步地暴露自己 害人之心不可有 不然很容易就会迈入犯罪的深渊 这个穿着暴纹背心的美女 在酒店床上热舞 美妙的舞步 灵活的身子扭来扭去 充满着青春与活力 他看上去性感极了 这就是年轻的味道 可第二天一早 他就不动了 地上散落着针滚 很明显他死了 接到报警电话后 警察迅速来到酒店 据服务员回应 他是今天早晨来打造卫生的时候 发现的尸体 在对现场的检查中 警察在死者的鞋子里 发现一包白粉 直接告诉刘队 这可能是个贩毒的窝点 随后警察在酒店的床垫下 又翻出大量的毒品 又是尸体又是毒品 这件事情的背后 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死者名叫吴阿如 是因为毒品吸食过量而身亡 死亡的时间是凌晨三点 在这期间内并没有人进入过他的房间 因此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但从现场搜出的三公斤白粉来看 他应该是一个毒品供货商 他的背后应该隐藏着一个 膨大的毒品交易产业链 可惜的是 现在死无对证 就在警察一筹莫展的时候 老王来到警局报警 说自己遭到了抢劫 昨天夜里 老王准备开车回家 突然背后有人拍他 一回头 一个蒙面人站在他面前 拿着胶水枪 就扯他脸上喷 滋溜滋溜两下 老王就晕了 醒来的时候人没事 但钱啥的全没了 过了几天 又有十多起这样的案件发生 因为掌握的实质性的东西太少 只能根据事发地点 准备手周带托 可连续等了两三天 都没有找到蒙面劫匪 就在警察认为劫匪 可能暂时停止活动时 邦菲突然出现了 他们盯上了一个 开着小技车的美女 所谓螳螂捕蝉黄菊在后 还没等绑费行动 他们三人就被警察包围 回到警局后 他们三人是什么也不肯透露 突然间 其中一名几匪开始抽搐起来 刘队一看情况危险 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 据医生表示 这个人有很强的毒瘾 刚刚抽搐是毒瘾犯了 为了吸毒而去抢劫 也许他们跟之前在酒店死去的女子 有一定的关联 拴着这条线 也许就会找到这条贩毒的产业链 随后警察来到三个绑匪的家里进行查找 经过自己排查 在家里发现了针管 以及一包小白粉 另外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三个人家里有很多的羊汤残渣 看来经常喝 但用的都不是自己的碗 每喝一次都带回了一个新的碗 按照一般人去买羊汤 打包带走都是不带碗的 可为什么绑匪喜欢把羊汤殿的碗给拿回来呢 也许这羊汤殿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根据碗的样式 警察开始对周边的羊汤殿展开调查 羊汤是一碗接一碗 店铺是一家坏一家 在喝了大量的羊汤后 警察终于找到了这家羊汤殿 不仅是汤仙量租 碗跟劫匪用的也是一模一样 而且只有他们这一家用 随后警察就跟老板娘打听劫匪的事情 老板娘支支吾吾 好像知道点什么 但又不肯说 老板想说吧 老板娘还来着不让说 这就很奇怪了 警察找到附近的街道办事处 询问了一下这家羊汤店的情况 据了解 夫妻俩人去年刚开始租了个小摊位买羊汤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租了这么大一个店面 这发展的速度也太快了 很难不让人怀疑 莫非是靠收卖毒品赚钱 于是刘队就想了个办法 希望工作人员能配合警察演艺出戏 在大妈的掩护下 刘队对羊汤店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搜查 刘队和大妈走后 夫妻两人着急忙慌的来到屋里 从床端底下拿出毒品 看着毒品还算 顿时松了一口气 心想着警察肯定没发现 他们太小看警察了 回到警局后 刘队告诉众人 在羊汤夫妻家的船底下 发现了大量的毒品 但是目前还不是抓捕的时候 抓了他们 就等于放了更大的毒贩子 放长县钓大鱼 现在要做的 就是找到他们的街头人 随后的几天时间 警察就化妆成各种造型 金氏羊汤馆 一会是板板正正的城市白领 一会是花里胡哨的俊男靓女 等了几天了 都没有发现可疑的人物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你注意到没有 他们墙上那张菜 昨天还是红色 今天突然变成了白色 也许那就是他们的街头暗号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 是谁来跟他们街头呢 坚持 说着就有一个身材高挑 张家美丽的女人进了羊汤馆 她手里拿着一把小提琴 最后的几天时间内 这个女子就再也没有出现 一直到店里的牌子再次改变 这个女人才出现 怎么这么少 大妹子 这一碗 可不够 没办法 就带这么多钱 到处都要货了 我知道 搭不着 慢吃 这一幕早就被警察看在眼里 你看今天 都这么晚了 她干嘛还拿着小提琴来这吃饭 你不觉得 有点奇怪吗 你的意思是 这个小提琴有问题 不能排除这个可能 据调查 这个女人叫做徐英 有一个女儿在学习小提琴 每次女儿学完琴后 她都来这家羊汤馆 这很有可能就是他们交易的方法 而毒品就藏在小提琴内 警察立即对杨汤馆夫妻和徐英进行抓捕 杨汤馆夫妇被杰作的小门声惊醒 然后当场被抓 此时的徐英 正在收拾行李准备跑路 但根本来不及 看到警察的那一刻 她吓晕了 在审问中 徐英告诉警察 自己的货 全部来自女儿的小提琴老师与小男 每次女儿上完课后 老师都会把带来的白粉 给她放到女儿的小提琴里 然后自己拿着白粉送到杨汤馆 由他们夫妻二人 以杨汤打掩护售卖 此时的于小男非常着急 因为她已经好几天没拿到货了 但是她的上线吴阿如 迟迟没有给她发出信号 于小男晚上在酒店里拉小提琴 两人交易的信号 就是桌子上装饰用的玫瑰 当玫瑰颜色变红时 就说明有货和安全 隔几天下来都不是货玫瑰 看着自己发展的下线都等不及了 天天有人要货 她鼓起勇气 来到吴阿如曾经的酒店 走廊内空无一人 她左顾右盼 忧郁再三 决定还是去按响门铃 可是并没有人回应 她不知道 吴阿如已经死了 警控早已记录下了这一切 随后警察接到报警电话 迅速赶到酒店 于小男发现酒店的员工 看她的眼神很奇怪 直接告诉她 事情不妙 她迅速走到酒店的洗手间 躲开酒店人员的视线 等到警察赶来后 发现厕所早就不见她的身影 于小男逃跑了 警察找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 但是都没有于小男的踪影 警察开始对她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 据调查 于小男在离婚之后 一直是独身 有一个女儿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关系密切的男友 叫做王权 于小男如果选择跑路的话 很有可能会跟两人见面 或者报平安 随后警察就将两人 黏密地监控起来 于小男在哪呢 她在一座属于自己的大房子里 这是她贩毒多年来积累的财富 但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你在哪呢 都急死我了 手机也不开 这几天有人找过你吗 找我 哎呀我竟忙着找你呢 洪峰路三区 五十八号 哪有王权口口声声说 担心于小男 可结果呢 她还是带着警察赶来了 从法律上讲 她这样没错 但还是辜负了于小男 不过警察铺了个坑 找遍了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 都没有发现于小男的身影 其实于小男早就知道 王权会出卖自己 原来王权根本不爱自己 心灰意冷的于小男决定不跑了 她来到女儿的学校 两人依依不舍地 做最后的道别 母女紧紧相拥 警笛响起 远处的车灯照在于小男的脸上 她被捕了 于小男告诉警察 吴阿如是一名毒贩 自己是她的下线 在这个城市里 吴阿如的毒品 都是自己来分散出去的 贩毒的理由也很简单 那就是被男人伤透了心 原来她的男友王权是有家事的 口口声声说会离婚 但一直都没力 自己就这样陪着王权 过了十几年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一次又一次的争吵和哭泣 都等不来那句 我们结婚吧 这也让于小男认清了现实 她知道王权不会再离婚了 唯有金钱 可以给自己依靠 她开始走向了贩毒之路 于小男与吴阿如最后一次见面 是在案发前一个星期 吴阿如失恋了 险了自杀 我十五岁跟她在一起 她跟别人结婚 她疼我 爱我 为她我什么都可以做 她卖假烟 我替她坐牢 她贩毒 我就帮她传送毒品 我什么危险都不怕 什么苦都能吃 她不要我了 她再也不要我了 都是因为那个女的 是个大学生 会做冰毒 可以帮她赚更多的钱 吴阿如的遭遇 让于小男感受颇深 他们都是被男人欺骗 被男人辜负 被男人伤透了心的人 他们同样 也都离不开那个心爱的男人 我害怕被抛弃 我也怕孤独 所以 我要挣钱 挣好多钱 我给她钱 我给她钱打牌 我给她钱买房子 我让她离不开我 我就是这么做的 那 那我该怎么办 她已经不要我了 帮她做事 做任何危险的事 帮她贩毒 为她赚钱 她就会高兴 她就舍不得你了 于小男聪明美丽 但却被爱情冲昏头脑 喜欢一个人是勉强不来的 有的时候 我们越想要对方在乎自己 对方就会越来越不珍惜 在爱情中 藕断丝连 可能比毒品还要可怕 根据于小男提供的线索 警察也抓住了挖柔的闲男友 并将他们制造冰毒的窝点 给打掉 人离毒品 珍爱生命 最后 我们向基督警察致敬 这个红衣女子甩动着自己的羞发 非常的性感 在热舞过后 她来到一个男人身边 这个男人叫做魏格 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个老板 女子身材火辣 这让魏格非常兴奋 魏格抱住女子 想要过过瘾 看着女子这么听话 魏格奖励了她一块糖果 女子吃完糖果后 变得更加狂瘾 浑身散发着一种野性的美 她不停地摇着头 摇啊摇 摇啊摇 就硬在那摇 魏格都快走了 她还在那摇啊摇 总之就是一个字 摇摇摇 夜店门口 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 司机一脸享受的样子 原来她在看一本美女杂志 每当看到身材暴露的美女图片 她都要上手去摸一摸 所以有的时候还要动一动 看着就像个流氓 魏格有事要忙 今天不能跟女孩切磋了 女孩显得有些失落 她从一点出来 红色的裙子 白细的皮肤 灵活的身形 难免不让人浮想连翩 碰巧的是 她正好用了这个流氓司机的车 司机不停地偷看 开心极了 没过多久 出租车就开到一个荒芜人烟的胶外 司机先忙停下来 来到后排 此时的红衣女子早已晕倒 莫非司机这是要实战一下 司机在车里摸索着 小心翼翼地扛起女子 将她轻轻地放到地上 女子一动不动 看上去也不太像昏迷 就在以为司机要做不轨行为时 她却着肩忙慌地 拿出女子包里值钱的东西跑了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这红衣女子已经死了 接到报警电话 警察迅速来到现场进行勘查 洋队发现了几道车轮印 这对破案可能会有帮助 另外从死者身上的物品和证件得知 死者名叫楚兰 经过法医鉴定 死者是由于注射过量毒品而致死的 有一点值得注意 她在死前有过性行为 这会不会是一个线索呢 年轻女性 加上大量毒品 还有过性行为 死者很有可能 是一名在夜店为了毒资 做台的人 随后检查队各大夜总会 进行突击检查 抓了一大拨人 问了这么多人都说没见过 看来啊 这个楚兰并不是夜店工作的人 这给办案增加了难度 这一条线索走不通 那就换另一条 看来啊 我们明天啊 还要去一趟速车公司 你看 这块的轮胎印 是缺失的 哎 怎么以前没注意到啊 你看 这块啊 肯定是被鹰雾痛伤的 查到是哪辆汽车 把死者拉到偏僻处 也许就能找到凶手了 警察在之后的几天 对案发现场留下的轮胎印 展开了大调查 来来回回问了很多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有热心市民提供了车辆的线索 随后警察来到一家酒店 果然发现了可疑的车辆 吴师傅 有两个客人来看看车 前天晚上 你在哪儿发活啊 那天晚上 吴师傅 把我打了夜麻将 是吧 打夜呢 怎么一直都在打啊 那天我过生日 请了一帮弟兄 在我家 打了一夜的麻将 吴师傅 一直都在 这车你一直一个人开啊 酒店有规定 不让早上假 行了 好吧 谢谢啊 走 技术科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强子这么激动 一看就是有了新发现 果然案发现场的车胎痕迹 与吴师傅车子的车胎痕迹 是一模一样 可杨队并没有高兴 因为经过调查 吴师傅并没有作案时间 酒店的经历 说的也没错 所以车子是案发现场的车子 可司机并不是吴师傅 吴师傅的嫌疑排除了 那是谁把车子开出去的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杨队跟强子找到吴师傅 并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吴师傅 吴师傅一脸紧张 杨队告诉他先别慌 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跟我去一个地方 随后三人来到案发现场 在杨队的劝说下 吴师傅决定把隐瞒的事情说出来 我说 我瞒着酒店找了个二驾 晚上的车都是他开的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我怕酒店知道 是你开车的那个人呢 那天早晨 他把车交给我 我再也看不到他了 我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交通事故 他叫什么名字 住什么地方 我就知道 他叫胖胖 当时也是别人介绍给我的 你知不知道他家的大概方位 就有一次 他交车的时候跟我说 他家宿舍不远 我只知道大概的方位 带我们去 吴师傅说的位置很不具体 警察只能边打听边找 甚至还被当成了坏人赶了出来 就在警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目标人物出现了 你看 那个人 接着他 接着他 胖子 胖子害怕极了 情绪非常激动 这明显是心虚嘛 在洋队的训斥下 胖子决定把那天晚上的事情都说出来 这一切的事情都要从那晚光辉舞厅门口说起 那天晚上 他上车的时候 就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 车开了一会儿 他就在开始哼 而且 手不停在身上乱挠 扎了针之后 楚兰的情绪就比较稳定了 头终于补摇了 但是吧 胖子发现这楚兰身上 根本没钱 无法支付车费 胖子一听脑火了 小姐 你什么意思 我陪你坐在一个晚上 你一分钱没有 那你说 怎么办 我告诉你 赶紧想办法 今天你无论如何把钱给我 要不然 我就不客气了 那你想怎么样 反正我没钱 要不然 你就陪我一晚上 想什么呢 做梦呢 胖子心里委屈 打车不给钱就算了 还不愿意赔我 嫌弃我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呗 面对胖子的怒火 楚兰告诉胖子 先把自己送在一个地方 自然会给你钱 两人来到一处公寓 这也没要到钱了 合着白忙活一趟 后来 楚兰又让胖子 带他去另一个地方 也不知道要见谁 胖子在路边等了一小会儿 楚兰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 楚兰接了一个电话 看上去很着急的样子 楚兰告诉胖子 再去一趟那个公寓 虽然那个公寓里面的人 看上去很吓人 但为了拿到车钱 胖子也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来到公寓后 楚兰让胖子等他一下 很快就出来 可是胖子左等右等 都不见楚兰出来 这次怎么进去这么久 莫非是为了不给车钱跑了 带着疑问和一丝丝恐惧 胖子决定进去一探究竟 胖子发现楚兰没有了信息 太怕急了 他带着楚兰来到附近的一家门诊 可是医生说楚兰中毒太深 这里救不了 只能去大医院 根据胖子提供的线索 警察找到了那间公寓 但早就人去楼空了 随后警察又找到了 楚兰去的第二个地方 经过走访调查 警察找到了楚兰案发当晚 见的另一个男人 他叫做刘芳 是楚兰的男朋友 看着楚兰的尸体 他伤心极了 但是为了能够尽快抓住凶手 他必须要振作起来 案发当晚 他先是追着楚兰 到一个叫做光辉舞厅的地方 楚兰刚进去不久 就一帮人冲了出来 把刘芳打了一顿 刘芳满脸是血 伤心极了 自己深爱的女人 却不知道只有自己 是真正对她好的男人 伤心欲绝的刘芳回到家里 想要离开这个城市 深夜楚兰又回来找自己了 刘芳又惊讶又开心 刘芳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明天 你就回来家吧 忘了吗 找一个好女孩结婚 刘芳 我一直觉得 你是一个好人 你跟我在一起 从来没有提过非分的要求 我 我想把自己 完整地交给你一次 否则的话 我死 都会会 一场大战之后 刘芳累了 等他半夜醒来的时候 楚兰已经离开了 司机胖子跟楚兰男朋友刘芳 都提过一个地方 那就是光辉歌舞厅 楚兰的死 会不会跟这个歌舞厅有关系 光辉歌舞厅的老板 叫做孙小红 虽然年龄上来了 但穿得很性感 身材也不错 可以说是风韵油存 被带到警局后 无论洋队怎么问 孙小红就是不肯开口 不过警察调查了 孙小红名下的电话 发现他其中一个电话 案发当晚 打给过楚兰 从楚兰的死亡时间看 这应该是楚兰临死前 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 所以孙小红的嫌疑很大 求求你们 给我一尘帮 我求你了 不是我他的那个电话 那个电话 我早就给别人了 求求你们 给我一尘帮 回答问题 电话到底给谁了 给了一个 叫三字的人 给他打一尊先进去 据孙小红了解到 楚兰西的毒品 全部都来自于一个 叫做三字的人 自己的电话 也一直在三字手上 不过三字这个人 平时非常谨慎 除了交易的时候出现 其他时间 都是来无影去无踪 没关系 杨队自有办法 不过孙子很狡猾 他交易的东西 不是毒品 而是面粉 本来是想骗一下孙小红 可没想到 把警察给招来了 三字非常得意 没贩毒 也没犯法 警察不可能一直 关着自己 楚兰被害的案子 三字肯定是个突破口 不能让他再跑了 可没有证据怎么办呢 就在洋队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三字的小弟 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机会 随后警察来到三字家中 找到了大量盗窃的物品 三字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配合警察 他引出后面的大鱼 才是最关键的 随后 杨队安排抢子 假扮买主 由三字做引线人 然后瓮中捉鳖 双方经过激烈的辱骂 和讨价还价之后 最终达成一致 两边淤定 在人多引杂的商场 进行交易 此时杨队 早就带人埋伏在这里 毒小跑得再快 也是难逃 警察布置下的天罗地网 面对毒品和警察的审问 光头毒小顶不住了 他决定收出一切 自己的上家叫做魏哥 魏哥是本市的毒品老大 谁敢出卖他 他就刷了谁 没人敢惹他 自己前几天 刚跟他交易玩一波毒品 这两天着急出手 这不才被抓住了 要说这魏哥住哪 自己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你得杀我 我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 他们杀过人 前几天 我不是 中了点药 然后 被一个女的状态 去 去啊 这事不好 怎么让他给抓住 那怎么 就这样 你得打电话 就说这儿有货 让我过来自己拿 好 后来那女的真 做一道出租回来了 那女的就给他 打了药 那女的一会儿就不行 我们车司机进入屋的时候 把那女的 放回到出租车 你说 到时三姨也在场 问不就是 三姨姐夫 没想到 这三姨配合警察 忙活半天 就是给警察 钓了条小鱼 把自己姐夫 和这个真正的boss 给掩护过去 这不是在逗警察吗 这下可是最佳一等了 两队把事态的严重性 告诉三姨后 三姨越想越害怕 只能乖乖的配合警察了 哎呀姐夫 这两天一直有个债度 逼得我要钱 没办法 只要把手机电池给下 姐夫 我有件事就跟你说 有皮块放 死了还水了 什么 碰到她一个妈在说的 生死了还水了 还把你给咬得出来 死妈的我就知道不妙了 这样 卫哥 你把那笔伙批凌 我这儿有个大老板 天可可 卫哥 不能再犹豫了 这时候 太危险了 这样 把货出了手 冒出去避免 你现在在哪 我在医院挂室 如今的形势危险 这批货如果不出手 但也是定时炸弹 付出拿了钱赶紧跑路 想到这里 卫哥决定亲自去找三姨 这时警察已经在医院 布下天罗地网 三姨看上去很紧张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卫哥闪亮登场 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生怕中了埋伏 请问有个样女三的东西 有的 谢谢 好 谢谢 三 怎么了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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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卖我 你他妈敢卖我 姐夫 我没办法 我们完了 姐夫 没那么容易 我告诉你 三十年以后 老子就是条好汉 别三十年以后了 那对你已经不重要了 带走 脱了 毒品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它毒害的 不仅仅是你的精神 还有你的人生 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 让我们向那些为人民安全奋斗的基督警察致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